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能唱能跳能演 他还对传衣搭配有着独特的见解 刚才看到一套衣服就是一个超短的裤嘛 热裤 然后那个穿了一个衬衫系的腰上 然后就那套衣服印象挺深的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个时尚 fashion的人吗 嗯 还行吧 许位周的粉丝们可要注意咯 热裤衬衫是你们的偶像喜欢的样子哦 想不想听一听平时一平六道飞起的徐卫洲 对于穿搭有什么独到的小诀窍呢 内心还是挺荒野的吧 我自己个人的话比较喜欢衬衫嘛 白衬衫 穿的其实也是简单一点 然后那种白T 牛仔衣 牛仔裤 都是我自己会常穿的 然后还有小白鞋 小编想说 其实你那么帅 穿什么都一样好看的呀 不过像周周说的那样 最简单的穿搭方式 往往会搭配出不一样的感觉 对此朝霸张亮貌似有话要说 有的时候就是翻家里的衣柜都很滑稠 我就不放这么多衣服 然后总是想着 就不要浪费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给他再拿出来 重新再混搭一脚 每次出门都觉得衣服不够穿 少那么一件衣服的小朋友 这回明白了吧 不是没得穿 是不会搭呀 而大家都知道张亮成为模特之前的 是一位掌勺大厨 现在又要跨界去做演员了 小编想说 全能张亮360行 是不是每一行你都要试试呀 枪跑妖花 然后在一起是拍了一个 现代 现代喜剧 算是有点喜剧 然后有一些 从当初的非常的胆怯 然后有一点排斥 然后到参加完了之后 非常的喜欢 就是又非常的幸福 除了参演喜剧作品 对于家庭 张亮也是十分上行 好爸爸好老公 非他莫属 在爸爸去哪儿第一季 和儿子天天圈粉无数后 张亮似乎还意犹未尽 就最近开播的爸爸去哪儿 第四季 也是颇有感慨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真的是挺想 再带孩子 再经历一下 就是没有人打扰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相互依靠 然后相互在一起成长的一感觉 我觉得就是那段经历 对我来说 或者是对我成为一个父亲来说 我觉得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妻子穿男生风格的衣服 你会觉得特别的喜欢 我觉得我妻子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觉得非常地美 小编点评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张亮 小编点评 小编点评